前些日子,腾讯娱乐记者拍到周冬雨和林更新,深夜相会买鸭脖,疑似音和做电影《同住的你》而陷入热恋,不过就在记者拍到周冬雨约会林更新之际,去年9月,被知名博主长春帽曝光的神秘街机男富二代男友又出现在记者的视野里,而富二代同学到机场街机的情形几乎和去年一模一样, 周冬雨戴着眼镜,一身小轻轻的打扮,在助理的陪同下走向闸口,走出闸口后,周冬雨和助理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驻足原地,每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衅着黑色T恤和橘黄色运动鞋的男子来到闸口,周冬雨笑容满面,注视男子走近,随后三人边说边笑,走向停车场 男子帮周冬雨把行李搬上车,随后驶向市区,记者仔细比较这位男子和一年前常春国贸曝光的富二代同学,长相和身材基本相同,连穿衣和眼镜都极为一致 而林更新在这两天发布一条长微博,话里话外承认已经和女友分手,不少网友炮轰林更新是渣男,该微博随即被删除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